总统入行 再次欢迎总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以及许多的各位贵宾都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一起见证这历史新的一刻 再次欢迎各位贵宾的莉玲 现场各位贵宾 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欢迎莉玲国英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接牌典礼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宜玲 非常欢迎所有贵宾朋友 莉玲会场 和我们一同见证划时代的改变 不仅创新 也将以一个全新的风貌展现 台湾铁路在此刻迈向现代化 更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时刻 全新的台铁公司化 根据无比勇气与建议决心 打造台铁新气象 新文化 更以高效 具竞争力的经营模式 为乘客提供更优质的安全与服务 除了有助于提升国家铁路的国际竞争力 在今天所有长官 贵宾 同仁的见证努力下 我们一定全新投入 崭新服务 迎向更璀璨的未来 在红诺的最一开始 我们就一起用最优气色表演 迎接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礼 现在就一起来掌声欢迎九天民俗集团磅礴登场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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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 庆永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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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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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身和大家挥挥手 首先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蔡总统 总统好 接着是行政院院长 陈建仁 陈院长 行政院前院长 苏贤昌 苏贤昌 苏贤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灿 郑副院长 总统副秘书长 林嘉隆 林秘书长 行政院长 行政院发言人 林子伦 交通部部长 王国才 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林信德 劳动部政务次长 王安邦 交通部政务次长 胡湘玲 文化部长务次长 徐怡君 交通部观光署署长周永辉 也是我们台铁公司的董事 交通部主密 黄和廷 也是我们台铁公司的董事 台铁公司董事长 杜伟 台铁公司总经理 冯辉生 非常欢迎所有丽临的朋友 那当然现场还有很多关心台铁公司的嘉宾 在组成左前方的是台铁公司的董事 监察人 业界代表 还有1021 0402事务的家属代表 以及众多的委员代表 如果没有被唱名介绍到的贵宾 还请大家多多见谅与包含 再次感谢各位贵宾今天的丽临 台铁成立迄今 已经为大家服务了136个年头 生活在台湾各地区 各角落的人们 不分年龄 性别 是不是都有一段对台铁的回忆呢 因为生活不在他方 台铁陪您抵达每一个远方 在人生的美里路上 有些时刻 我们总难以忘怀 小两次是肉 其他城区 我们都可能还想要 Each night 第二工 烊火场 transformed aso除非人秋 程途 Sai 快乐 铁唐伊诚畂 旁四 它是被断圣被arded感受的 跟随力争 一位 I can hear the sounds of all And with every change we'll always be My hopes not lost but found It is all in our hands It is all in our hands It is all in our hands And we know it's changed The changes should come Maybe one more trip around the sun But we gather here and we'll let you see But we can't be the one And we will change The changes should come 在人生的每一里路上 都有台铁 Baby one more trip around the sun 生活不在他方 台铁陪你抵达每一个远方 台铁陪你抵达每一个远方 第一次台湾铁路迎来了新的身份 我们将继续用信赖 运送着每一份期待 And we know it's changed The changes should come Baby one more trip around the sun And we'll gather here and we'll let you see Where we can be as one It is all in our hands And we know it's changed But it's surely come This life of time We can be as all in our hands But it's surely not She made it possible And it's not loaded 现在我们一起来掌声邀请台铁公司冯辉生总经理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 掌声欢迎 全新投入 崭新服务 台铁新型下 总统 各位贵宾 大家好 我是台铁公司总经理冯辉生 我们台铁全体同仁将会掌握此次转型改革的契机 以运用公司的治理以及企业经营的优势条件 以安全 优质服务 创新思维为利基 全力达成 确保安全 提升服务 永续经营 幸福企业 是大目标 台铁全体同仁 也将会共同努力来推动台铁公司 成为以旅客 宝贵生命为第一考量 带给民众 员工 更安全 准点 美好生活服务连结的 幸福企业 让我们所有台铁同仁共同齐心努力 一起以新形象 新服务 来开创台铁的黄建十年 谢谢大家 谢谢总经理 请总经理入行 我们再享受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总经理 谢谢 台铁公司一直都是台湾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一环 从刚刚的影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台铁公司对于安全 便捷 永续的承诺 以及提升服务品质的不懈努力 未来台铁将以更现代化的面貌 呈现在大众眼前 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改变 更是对台湾交通发展的贡献 在这一支形象影片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笑容 还有更多的互动 这正是台铁公司对未来的展望 也是对每一位乘客的承诺 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与大家一同见证台铁蜕变 一同体验更美好的旅程 风华催炼 转型蜕变 新公司新气象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 邀请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资产 首先上台的是台北 台中 高雄 花莲 四位特等站站长 台铁公司 新设 北中 南东 四个分区 营运处 行政程序 扁平化 四位特等站长 也配发新制服 可以在迎兵场合 展现公司风采 接下来 上台的是 列车长 以及站务人员 他是站在 服务的第一线 是公司的门面 此次更新了 制服小配件 另配发小贸 方便月台人员 加强无障服务 以及行车安全维护 接着是守护公司 1065公里 环岛路轨的 公务道办公 负责基础设施 桥梁 隧道 战场的 巡检养护与兴建 是安全的基石 营运的根本 服装兼具 舒适 透气 保暖 以及反光 防护效能 接下来是 机车长 及司机员 他们是 行车运转的中间 现在展现的 新制服 会在明年 二月焕发 今天是提前亮相 为了方便 长途外地工作 公司也为 乘务人员 配发 制式的登车厢 接着是 电物维修人员 他们负责 全线电力 耗制 及通讯设备的 查修 养护及建设 工作场域 广大复杂 除了专业技能之外 服装也特别 重视安全配备 包含 配发安全帽 辅助照明 以及钢头 防滑绝缘安全鞋 有助于 夜间及断电 作业的 有效执行 接下来是 总公司 运安处 及四个分区 营运处 加设 平保科 及安全科 编制 六十位检查员 负责 推动 督导 考核 SMS 安全业务 出勤时 配备 黄色 新制 背心 方便 辨试 以及配格 运安会 及铁道局 各项 调查任务 看他们精神 抖擞模样 是已经准备好 要出动了 接下来是 车勤服务员 各餐厅 营养师 以及主厨 今天都全面 换上了新制服 衣服和 性贫 为基石 经过美学委员 优化设计 并且广纳 员工的建议 让同仁 可以穿出 自信又舒适 台铁腾云座舱 观光列车 以及台铁片当 等服务 已经有口碑 公司未来 会以新制服 新产品 新服务 争取佳击 将台铁 推向国际 吸引外国观光客 来台湾铁道旅游 那我们现在 有请台铁公司 冯总经理 带领 赖新龙副总 刘双我副总 陈宗鸿副总 朱来顺副总 黄振兆副总 以及所有一级主管 来到台上 我们有请所有长官 接着我们邀请台铁公司 杜伟董事长来到台上 欢迎董事长 有请台铁公司 杜伟董事长致辞 和进行宣言 交通府林秘书长 交通部王部长 以及今天来到我们典礼会场的各位长官 各位先进 各位贵宾 各位媒体小姐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113年1月1号 就是台铁公司正式挂牌成立的日子 而确保安全就是台铁公司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在增进安全的方面 公司会建立新的安全体系 配合这个安全体系 我们调整组织 我们调整组织编制 我们调整教育训练 我们加强内积内控 而且我们也采纳国内外对于轨道安全的经验 以及外部监督团体的建言 我们会非常确实的降低我们的风险 来促进我们的安全 台铁公司在确保安全的同时 也会提升服务的效能 我们会用新车队 新设备 新形象 新方法 及新服务 来打造我们台铁公司 在本业 我们运输服务 以及副业 我们各项附带的开发 一起来提升我们公司的效能 个人在台铁局 已经服务了39年08个多月 今天真的是我觉得 我们台铁可以勇往直前 一个最好的利基点 我们愿意跟全体同仁 一起替我们社会大众 做更大的贡献 非常感谢总统 还有院长 前院长 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 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在座的 我们的朋友 给予我们鼓励 给予我们指导 我们也不会忘记 这几年 台铁发生了1021 跟0402两次的重大事故 我们事故离难者的家属 也给我们很多的监督 跟力量 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改善 我们非常的愿意 也非常的努力 在今天这个利基点上 继续往前迈进 我们台铁公司 未来会结合 今天在座所有贵宾 以及外界的力量 包括我们 轨道观光 包括我们的资产开发 包括我们的美学指导 包括我们的 无障 以及通用设计的一个指导 甚至于包括我们对铁道文化的一个重视 我想未来台铁绝对可以 打造我们黄金十年 而且进入下一个台铁的百年时代 谢谢大家 谢谢董事长 那接下来呢 我想在宣言之前 我是不是可以邀请 我们非常着力的伙伴 我们台湾铁路工会 一起上台跟我们做宣言好吗 我们请陈世杰理事长 跟张文正首席秘事长 我们一起吧 台铁公司 欧賴 确保安全 确保安全 提升服务 永续经营 永续经营 幸福企业 幸福企业 台铁公司 欧賴 齐心协力 勇于改革 全新投入 全新投入 崭新服务 崭新服务 台铁公司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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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所有董事长 总经理 以及我们的一级主管 还有台铁公司的同人们 可以先入行 从安全学院当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台铁员工对公司的信心 及期待 也看到大家贡献服务的热忱 让我们携手向前 劳资和谐 开创新局 迎向台铁新时代 台铁公司一定不负困望 在董事长的带领之下 齐心协力 勇于改革 全新投入 崭新服务 让我们再希望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台铁公司 也期待崭新的台铁 迈向新纪元 台铁将不断提升安全标准 也是每一位乘客最关切的事项 这份安全宣言当中 不仅是一个承诺 更是台铁对每一位乘客的负责 无论是车站 列车内 还是整趟运行过程中 台铁都将严格把关 确保每一位乘客的旅途安全 那今天是我们台铁公司 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有很多爱护我们的府院 酬长都前来祝贺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 王国财部长上台致辞 掌声欢迎部长 蔡总统 陈院长 苏前院长 我们林家隆秘书长 我们郑文燦 副院长 还有包括我们林子隆发言人 现场的非常多的 包括我们各位台铁的董监事 今天早上开了第一次的董事会 还有很重要 那个泰鲁跟普悠玛的各个家属 我的好朋友 还有铁路工会陈世杰理事长 还有包括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贵宾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首先欢迎大家在一三年元旦 前来参加 勾引台湾铁路股问邮宣公司的 街白的一个活动 我们共同见证台湾铁路发展史上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台铁今年是迈向137年 所以在这个转型的时刻 我内心非充满了感激 另外一个是责任 感激的是在蔡总统 还包括苏田院长 陈院长 这个支持下 对于我们在这一段 在劳资沟通 跟建立共识的这个过程中 做了非常多的支持 让我们台铁朝向狗引企业化来迈进 但邓大的责任 是在转型后 如何提供旅客一个安全 便捷的服务 以及我们大家所关心 对于台铁同仁怎么样来照顾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责任 那过去台铁本质上是一个行政单位 它的营运自主空间有限 另外就是它累积亏损 非常的庞大 所以它财务负担变成 它营上的一个困境 那今天改革转型 就从今天开始 债务清零重新开始 那进入新的一个历史的阶段 我在这个地方 也非常谢谢我们泰铁格 普悠玛事故的家属 还包括王维军理事长 陈门修律师 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家属 在这段时间把悲伤化成大爱 那他们成立了外部监督台铁安全改革委员会 希望台铁能够安全 那另外也他们的诉求之一就是公司化 这一部分我们也都做到 也谢谢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这段时间我跟家属有非常多的讨论 对公司化的这个宴景 那另外就是他们也特别跑到日本去 跟胡志三线的这个家属 那胡志三线三位重要的这个推动的推手 今天也到台湾来 我们做了很多的交流 做了很多在台铁改革上面的一个建议 非常谢谢你们 那另外就是台铁工会 还有我们台铁同仁在对于改革的支持 一开始有很多的争论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后 大家同意这样一个改革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大家齐心协力推动了台铁公司的诞生 那未来台铁公司运输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我们现在52类的这个所谓区间车 叫做EMU900已经全部到位 那另外50类新一代的成绩列车 就是新的自强号EMU3000 现在已经有39类 那今年8月也全部到位 那过去台铁大家所担心的多车种 产生在维修跟营运上面的困难 那在今年也应该都获得一个解决 那我们也期待通过 通过这个车辆的太久换新 大幅的提升行车安全跟服务品质 那另外转型公司化以后 因为我们不受国有财产法的这个限制 那台铁公司更能提升土地开发的一个价值 积极推动多角化的经营 然后这个可以提升我们的营运收入 我想它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台铁公司我们的同仁事上我这段时间也跑了非常多地方 非常的辛苦我们同仁坚守岗位默默的付出 因为有你们的付出 民众才得以享有安全便捷的运输服务 那今天113年1月1号 台铁公司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 我也特别请杜菲董事长 洪卫生总经理 持续带领我们的同仁 共同打拼 我们再造这个台铁100年的荣光 非常谢谢总统还有两位院长 还有各位贵宾 一起来见证台铁公司的诞生 我在这边祝我们台铁公司营运顺利 各位贵宾 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王部长请入席 接下来我想借用大家最热情的掌声 来邀请苏贞昌护国院长上台致辞 我们掌声欢迎苏贞昌护国院长 蔡总统 陈院长 正护院长 李秘书长 王部长 杜董事长 各位首长 各界贵宾 伙伴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百年台铁 今天转型 百年间我搭乘了近70年 今天转型 我是曾经参与者 所以我以老顾客 和参与者 和参与者在今天来做见证 小时候我家里屏东火车站很近 蒸汽火车的汽笛声 充实了我幼年很多的幻想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爸爸为了奖励 升学考得很好的姐姐 带着全家第一次 坐火车到台北 旅程之一 就是到新公园 也就是现在的228公园 看台湾第一部火车头 而隔年屏东初中联考 国文作文题目 只有三个字 火车头 考上大学以后 被来难缓 当然只有火车 我 做过各种火车 我 非常感谢 当年台铁不像今天 当年要买火车票 是要硬邦邦的 就是到火车站排队 要回屏东的火车票 常常过年要排一天一夜以上 就在火车站 当年谢谢台铁 开学生返向专车 我坐过 那是不对号 是慢车 从台北到屏东 要13个小时 厕所里面都是人 连行李架上都有人 当年的火车 不是像今天 是窗子紧闭 有空调 那是开着窗子 当年的车子服务 没有这么漂亮的小姐 还推着车子 当年 是只有一个壮汉 提着一个热水的茶服 一手是全部玻璃杯 你可以买一杯茶 五块钱 他会给你一个玻璃杯 跟一些茶叶 然后他会来倒开水 而且只有对号的车友 车厢 对号车 那两个人 坐窗边的 要拿 靠近自己那一杯 坐走道的 要拿 前面那一杯 而因为车窗都是开着的 所以 闭着眼睛 光闻味道 就知道已经到了哪一个县市 哪一个车站 而开着的车窗 有时候前面的人 往外面泼茶水 或吐口水 坐后面的人会觉得 好好的天气怎么突然飘起雨 我们是坐火车长大的 坐火车过来的 我曾经坐着台铁的货车 车门是用这样拉的横移面 里面是没有窗户 没有灯光的 而沿途的小饭 是整楼筐的积压 和蔬菜水果 上到车子来 一关门 我可以和他们 听他们在暗无天日的车厢里面 谈再过几站要下车 今天准备卖多少 刚好可以缴孩子的注册会 我搭过台铁原色的光华号 然后护星号 举光号 自强号 到今天 已经变得连名字都很难记了 而无论怎么变化 台湾台铁 是命不可婚的 台铁记录台湾的成长 陪着所有的人 难来悲欢 我在车厢里面 看着多少 离乡的人 要出外怕病 坚毅的眼神 也看着多少 要回乡的旅客 那个高兴 我也看到新婚的夫妻 穿着白纱的礼服的新娘 紧握着新郎 不只是开创一个新的里程 是人生开始要走一个新的阶段 台铁就是这么样 陪着台湾人走过一百年 但这些年来的台铁 辛苦了 高速的轨道运输 另外成立 台铁就被比下去 而历史的债务 跟政策的要求 也压着台铁闯不过气 而多年的台铁 累积下来的 许多该改的文化 和彼此之间的纠葛 也常常让内部的争执 却以顾客的方便 作为谈判的筹码和拉扯 这是把顾客往外推 让台湾人更不满意 而发生的事故 更是对不起顾客 幸好台湾人 一直还是期待台铁 幸好受难的家属们 愿意化杯商为力量 成为大爱 还是支持台铁改革 这要感谢 这要表示敬佩 而在蔡总统的支持和要求 全民的期待 和鼓励下 政府确实拿出最大的 魄力和诚意 用三个承诺 两个保证 把台铁的债务归零 让台铁能够有机会 接着转型 开始新的时代 往后台铁再也不能 以顾客的方便 作为内部争执的延续 台铁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 来讲 而是应该正正事事的 用一个公司经营 来对顾客 做满意的交代 所以 我很谢谢 在蔡总统的权力支持 各部会的大力配合 行政院会在2022年的3月 通过交通部好辛苦 以及台铁 经过一百多次 大家协商 终于出来的条例 而 非常感谢立法院 在5月就三读通过 总统公布 非常感谢 后续的许多执法 和筹备 陈建仁院长的领导友方 所有大家一起努力 今天我们就站在这里 就看着台铁 走入新的时代的 关键历史时刻 作为一个老顾客 我很希望 过去十一个月 没头发的日记 我也曾坐着台铁 开始到处走 我听总统说 他想自己开车 来到全国各处旅行 也许台铁转型 可以让总统有机会 有那么一天 一位毕业的总统 邀请卸任的行政院长 一起走遍台湾 在台铁的车厢上 看着一起改变的台湾 一个更进步的台湾 相信那一定是最美的风光 希望台铁加油 希望台湾有台铁 台铁能让台湾更好 祝福台铁公司 请所有的员工 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贡献和辛苦 继续加油 也谢谢国人同胞 希望我们一起来给台铁最大的祝福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苏贞昌护国院长 谢谢 请入席 未来台铁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对台铁一直以来的支持 还有信任 未来台铁一定会持续努力 提升服务品质 为大家提供一个更舒适 更便捷的旅游体验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掌声欢迎 陈建仁院长上台致辞 掌声欢迎院长 我们大家敬爱的蔡总统 还有我们苏贤院长 我们总统府的李秘书长 交通部王部长 还有我们台铁的陆董事长 以及我们的红总经理 我们交通部的部长 王部长 还有我们的胡次长 我们行政院的郑文燦副院长 我们行政院的领主任发言人 还有很重要的我们运安会的领主委 我们台铁还有历任的局长在场 以及我们台铁公司的董事跟监察人 还有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 特别是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普悠玛号跟泰鲁格号受难家属的 受难者的家属的协会的同仁 还有各位女士先生 记者朋友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早安 好 今天很高兴 受邀来参加我们台铁公司的街牌典礼 和大家见证我们台湾铁道史上 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从1887年亲自时代的台湾巡抚 刘明传就建立了全台铁路的商务总局开始 到日志时代的台湾总督府交通局的铁道部 以及到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的交通部 台湾铁道管理局 这个台铁确实经过了很多时代的更替 然后有历史的演进 而且承载着台湾人民所有136年的光阴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对台铁都是一个顾客 而且对台铁都是一个期待者 我们知道铁路的发展对台湾 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小时候也常常搭火车 像书院长一样 他描述的比我还精彩 所以我就不描述 但是我唯一很深刻的记忆 是我们家从高雄要搬到台北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家具就塞满了一个台铁的货运车厢 就是刚才讲的暗暗的可以暗暗的车厢 对我来说是从南部到北部来打拼的一个开始 这也表示说整个台铁确实跟我们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铁路的进步不仅是使国内货物的运输跟观光的人潮能够流动 更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过去蒸汽火车的时代到现在全面电气化的时代 确实台铁是不断的在进步 但是还可以再继续努力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就如同刚才你们的视野里面所讲的 我相信台铁能够给台湾人民带来一个崭新的盼望 也一个崭新的交通的未来 那当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台铁实现了全台一日铁道生活圈的愿景 所以刚才苏院长邀请蔡总统 未来可以搭台湾的铁道全岛绕一圈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整个的美好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风景的美好 看到更好的美好的风景 就是台湾人的善良 互助 愿意彼此帮忙 而且团结一起使台湾努力的大步向前行 过去为了让台铁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来转型改革 政府除了设立基金来承接台铁短期的债务 并且针对台铁配合政策而造成的营运亏损等 或者配合国家发展铁路基础建设相关的维修车辆购置等费用 就提供了全额补助 此外政府也推动各项的留财措施 希望我们台铁的人才都能够留下来 来继续推动台铁的公司化 台铁的改革 台铁的不断的更新 让国人能够有舒适而且安全 然后精准以及幸福的搭乘的经验 今天是台铁的大好日子 我在这里恭喜我们台铁能够未来 为台湾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一个好的交通服务的公司 就是以顾客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 刚才你们的先事就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相信台铁未来在我们全体同仁的上下其心的情况下 这个改革的任务一定很快的会完成 在这里我也要谢谢各部会和各界 一直来支持台铁的这个民营化 更重要的呢 我想这个公司化的努力呢 刚才有讲过 就是谢谢我们普悠玛 还有太鲁格号受难者家属所组成的这个协会 你们的不断的来鼓励台铁能够变成公司化 我想政府跟民间永远要携手合作 当民间的声音政府听到了以后 我们一定努力的来加以改革 我想这就是台湾进步最重要的动力 当我们团结在一起 齐心合一我们就会做得更好 未来也会更美好 最后呢 我祝福今日的街牌典礼能够顺利圆满成功 那今年是新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身心灵都能够健康平安喜乐 万事如意家庭美满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陈院长 谢谢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请入席 台铁公司化的精神象征 不仅是一个品牌的更新 更是一种对品质的承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掌声欢迎 我们最敬爱的蔡英文总统上台致辞 掌声欢迎蔡总统 总统好 我们陈建仁院长 还有苏正庄前院长 曾文燦副院长 我们王国差部长 还有杜伟董事长 还有陈世杰理事长 还有我们普悠玛及泰鲁格事务的家属 那么今天还跟我一起来的 还有我们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 也是我们的前交通部长 那么在场的各位贵宾 还有我们台铁的同仁 大家好 今天是国英台铁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接牌成立的日子 台铁是台湾百年来最重要的轨道运输 每年服务亿万人次的旅客 借这个场合 我要感谢所有台铁的工作同仁 对台湾运输的贡献 过去台铁因为肩负着政策和社会责任 为国家营运许多难以获利的路段 加上员工退休资产活化等问题 也造成台铁财务的庞大的负担 那么台铁公司化的议题 从2002年 交通部成立专案推动小组开始讨论 原本计划在2004年完成公司化 来改善我们台铁经营体质 增进营运的效率 也解决安全的问题 那么这些讨论 直到2018年和2021年台湾遭逢两次不幸的铁道事故 更加深台湾社会对台铁改革的期盼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家属的支持 协助了台铁的组织转型以及安全改革 也让公司化得以顺利的推动 台铁公司化的路走了20年 那么过去几年来我们也一直寻求一个最妥善的做法 希望在对人工的权益影响最小的情况下 来改变台铁的体质 迈向安全安定转型的目标 那么现在这些目标都一步步实现当中 那么我们藉由调整台铁的组织文化 赋予组织经营自主权来提升营运的效率 政府也提供补助来减轻台铁的营运成本负担 并且协助台铁进行资产开发 能够财务正常化 那么未来政府会继续协助台铁 以增进全民利益为目标 守护乘客的旅运安全 并且确保我们员工的权益 台铁不仅要持续提升管理效能 更要迈向永续经营 最后我要感谢在推动公司化的过程中 我们两位前后任的行政院长 还有各部会和学者专家 提供建议跟支持 让我们台铁的安全改革能够落实 我要感谢台铁同仁跟我们铁路工会的努力 在劳资双方之间的协调 沟通 维护彼此的权益 我相信更优质的台铁 更完善的铁道建设 都是全民的期待 这几年政府积极推动前单基础建设 包括努力建构高效率的全国轨道网路 接下来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我们一起来打拼 今天我们共同见证台铁的发展 开启新篇章 未来我们要一起努力 让台铁为全民带来更安全 更美好的服务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总统丽丽以及勉力 那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来进行揭牌仪式了 有请待会唱民道的贵宾 跟着我们的总统 还有我们的礼宾人员前往我们的揭牌会场 有请蔡英文总统 林佳荣秘书长 陈院长 苏检院长 副院长林发言人以及我们林幸德主委王安班次长 胡香林次长家属代表 以下 林佳荣秘书长 因为苏检院的人 还没见过 去了 尤其是 讨厌 quer 于是 来 真人 六 贵源 有红包 利 来 小 辿 和 马上 辆 上 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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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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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